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婚姻就像是一根绳子 将两个陌生的人捆绑到了一起 基尔·凯斯勒说 婚姻就好比桥梁 沟通了两个全然故技的世界 婚姻是夫妻之间的桥梁 也是小两口原生家庭的桥梁 婚姻让两个家庭的文化融合到了一起 结婚之后 不仅仅是小两口融为一个整体 而且也让彼此的原生家庭有了交集 两个家庭有可能是来自天南海北 也有可能贫富差距比较大 生活习惯 家庭文化 以及价值观都有所不同 庆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亲情 原本毫无瓜葛的两家人 因为儿女的婚姻走到了一起 结下了缘分 不管庆家是否住得很近 一年到头总有一些场合要坐在一起 闲聊是不可少的事情 在相守的过程中 再相爱的人也会有鼻子磨合的过程 两家人成为了没有血缘的亲戚关系 同时也出现了磨合的过程 想要处理好庆家之间的关系 就要学会说话 好的语言能促进两家人的关系 而没有分寸感的语言 则会让两家人产生隔阂 甚至让小两口产生误会 与庆家相处三类话别说 别伤了两家人的和气 俗话说 遇到矛盾多谦让 有了困难互相帮 礼尚往来勤走动 庆家和谐轻身长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庆家关系再好 也不要说以下几种话 否则很容易翻脸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与庆家聊天时 绝不能说四句话 互短的话 帮助自家的人 贬损对方的人 有一种做人的方法叫 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不管谁对谁错 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人都存在过错 因此聪明的人会责备自己 尽量承担责任 愚昧的人把矛盾往外推 对别人百般挑剔 作为父母或者长辈 兄弟姐妹看到自家的人 在别人家受了欺负 难免会有护短的行为 但是你要权衡利弊 看清事实 不能溺爱自家的人 在省事横眼里 有一个叫娇容的男人 生在明朝正德年间 父母早亡 带着妹妹娇士一起长大 妹妹长大后 嫁给武将李雄 李雄是二婚 原配过世后 留下四个孩子 有道是 晚妇狠毒圣蛇些 枕边赞雨无休些 娇侍作为后妈 和继子女的感情 肯定有隔阂 娇容处处互短 还帮助妹妹 欺负继子女 争夺家财 在李雄出征边关之后 娇容设计 把李雄和原配的儿子 加害了 从此 家庭埋下祸根 对于亲家来说 应该有这样的观点 手心手背都是肉 手心是自己的儿女 手背是女婿和媳妇 如果你盲目互短 就会变成儿女 做坏事的帮手 一开口 就是怂恿儿女 去做胆大妄为的事情 爱护有家 是可以理解的 但还要爱护有度 不能把内外 分得太清楚了 翻旧账的话 把感情的伤疤揭开 打击对方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总有不能见光的一面 随着亲家的深度交往 两家人的丑事 会慢慢浮现出来 也会变成共同的秘密 比方说 男方的父母 曾经闹过离婚 为了给孩子 一个像样的家 才不得不复婚 女方的父母 在生气的时候 一开口就说 有什么样的老子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言外之意 就是儿女的小家不合 都是男方父母叫坏了 只要儿女的小家 一直存在 亲家的旧长 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不懂得边走边扔 那么亲情 就会变得很难堪 反旧长的话 一说出来 就会令人伤心 引起反感 如果你的记忆力很好 那就说一说 过去的美好 对于不美好的事情 点到为止 学成法师 在好好说话中说道 说话虽然简单 但可不是一件小事 说什么话很重要 不要用简单的话 去伤害别人 可能造成的后果很大 每一个家庭 都有引以为傲的事情 也有难以启齿的 不想说出来的秘密 两个家庭成员相处 要学会别接短 亲家之间吵架 会让孩子陷入两难的境地 帮父母还是帮伴侣 都不合适 如果两家人的父母 总是用对方的短处 去攻击重伤彼此 那么小两口的感情 也会因为两个 原生家庭之间的矛盾 而出现问题 两家人即便有了矛盾 也要学会就事论事 千万不要出口伤人 不管亲家之间的关系 和感情有多好 说话时都要有分寸感 不要接断 不要说伤害对方 自尊心的话 人年纪都大了 如若气出病来 得不偿失 亦或者 在对方盛怒之下 发生更激烈的事件 就会更难收场 家庭成员之间相处 做人要有分寸 说话要留余地 如此 两家人的感情 才会越来越好 狮子大开口的话 拼命要彩礼钱 或者占有对方的利益 知乎里 网友十四说 他和前任男友相处九年 刚开始感情很好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买房的时候 两家人坐在一起 商量了很久 因为男方父母 买房没几年 房贷还没有还完 因此 女方主动提出 男方付首付 彩礼钱就免了 或者 两方父母一起买房 彩礼钱另外给 本来是有商有量的事情 却变成了导火索 男方开始挑剔 女方的长相 习惯的 闹得不欢而散 亲家交往 难免要谈钱 或者一起做生意 打工等 在利益面前 如果你狮子大开口 对于儿女的小家庭 就是一种伤害 毕竟 亲家没有义务 拉你一把 也不能把儿女的婚姻 当成买卖 不管是彩礼钱 还是利益分配 都要合适 双方要能够承受 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肯定是谈不成的 古人说 内外相应 言行相衬 考虑到内阴和外阴 能够达到平衡的位置 你再开口说话 任何事情都容易解决了 一开始 就要做出让步 亏损的打算 在亲家面前吃亏 是一种福气 道听途说的话 不信任亲家 信任外人 春秋时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 为人厚道 有一天 有人告诉曾子的母亲 曾子做恶事了 母亲不信 接着 又有两个人 说曾子做恶事了 还有鼻子有眼的 母亲就信了 放下手里的针线活 翻过围墙逃走了 她担心被儿子连累 三人成虎的故事告诉我们 对于家人 要深信不疑 不能被外人挑拨 即便儿女真的犯错了 也要问清情况 一起承担责任 并找到解决的办法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这样做 才能体现 亲家的真情 有道是 诚信是扇窗 物挡一道墙 照进了阳光 心房才透亮 所有道听途说的事情 都不能在大家庭里 互相传播 你的心中有疑问 也要选择合适的地方 和某个人单独聊 苏氏说过 交遣延伸 君子所见 亲家交往 要保持距离 在交情不够深刻的时候 不要掏心掏肺地说话 把握言语的尺度 才能体现出 远相近臭的原则 如果亲家已经存在积怨了 那就从这几个方面去做 主动低头 接受对方的批评 放开儿女 在感情方面 不闻不问 接受家庭之间的差别 不要有等级观念 少聚集 多在自家吃饭 亲家的情分 关系着一对小夫妻的未来 作为父母 兄弟姐妹 都要提升自己的修养 主动承担责任 降低姿态 事情就好办了 人生有缘成为一家人 人生路上 且行且珍惜 缘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可遇不可救 今生有幸 能成为亲家 就应该好好相处 不要盲目攀比 不苛责对方 两家人相处 凡事都要站在客观角度 去考虑问题 讲道理 不扭曲事实 彼此要珍惜这段缘分 多说好话 办好事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让彼此之间出现隔阂 亲家之间的关系 处理得越好 小两口的感情 也会越牢固 人生路上 不管和亲家的感情怎样 别忘了保持低调做人的姿态 好好做人 有幸成为一家人 互帮互助 不计较 把握分寸感 共同迎接美好生活 便是最好的相处方式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